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本质点的学习 我们应重点掌握这三个症候的概念 临床表现 症候分析 辨识要点及其之间的鉴别 具备能够辨识风寒泛肥症 风热泛肥症与造邪泛肥症的能力 首先学习风寒泛肥症 风寒泛肥症是指风寒侵袭肺位失宣所表现的症候 下面介绍风寒泛肥症的临床表现 一组为肺病的特异性表现 有咳嗽 咳嗽是这个症候最主要的表现 除了咳嗽 表现卡痰 这个症候因为寒泛所致 所以痰指令是漆的 颜色是白的 另外 伴随表症症的表现 表症候症的表现 我们在八纲学习过 主要有物寒 发热 鼻塞 流清涕 头身疼痛 无汗 舌苔薄白 脉 肤紧 接下来我们看看 常见临床表现的形成肌理 风寒之邪 经皮毛 口鼻 内泛于肺 肺气背树不得宣发 肺气上腻则咳嗽 寒属音 寒血泛肺 肺是通调 经液不布 聚肺成痰 随气上腻 故痰止息色白 肺气通于胃气 邪克肺胃 胃气欲饿 基表失于温序 则固寒 正与邪症 则发热 肺气时宣 鼻翘不利 则鼻塞 流清涕 毛翘于臂 则无汗 由于邪位内传 故舌苔未变 脉伏主表 尽阻寒 为感受风寒之争 本证以咳嗽 谈白而息 与表寒症共见为变成要点 风寒泛肺症 致以疏风 散寒 宣肺止咳 可选用酸药汤 止瘦散 加减治疗 我们刚刚学完风寒泛肺症 风寒泛肺症与风寒表症临床表现相似 两证如何鉴别呢 风寒泛肺症 以咳嗽为主症 渐渐风寒表症 表症一般叫轻 而风寒表症以物寒发热为主症 不咳或轻微的咳嗽 风寒泛肺症属于表里同病 风寒表症属于单纯的表症 下面学习风热泛肺症 风热泛肺症是指感受风热肺位失宣所表现的症候 接下来我们看看风热泛肺症的临床表现 也分为两组 一组是肺病的特异性表现 和风寒泛肺一样 咳嗽是主症 再看吐痰 风寒泛肺我们刚学过 痰的特点是色白 纸稀 风热泛肺与风寒相比 并行完全相反 一个属寒 一个属热 所以风热泛肺的特点是 痰愁 色黄 还有一组是表着症的表现 有发热 微物风寒 鼻塞 硫磺啼 口干 咽喉肿痛 舌尖红 胎薄黄 脉腐朔 接下来我们看看 常见临床表现的形成肌理 风热泛肺 肺时轻塑而上腻 则咳嗽 风热为阳邪 炼烟为痰 故卡痰黄愁 风热泛肺 肺气失轩 鼻咽不利 则鼻塞流黄着替 咽喉疼痛 风热之邪 侵犯肺胃 胃气失调则发热 勿风寒 风热上扰 精液被耗则口干 舌尖部肠后上胶病变 肺为风热所席 随舌尖发红 胎薄黄 脉腐朔 皆为风热之争相 本证以咳嗽 卡台蝗虫 与表热症共见为辩论要点 风热泛肺症 致以疏风 清热 宣肺止咳 常用桑基因加减治疗 我们刚刚学完风热泛肺症 风热泛肺症与风热表症临床表现相似 两症又如何鉴别呢 前面我们鉴别了风寒泛肺症与风寒表症 那风热泛肺症与风热表症的区别 大家应该也清楚了 风热泛肺症以咳嗽为主症 渐渐风热表症表症一般较轻 而风热表症以乌寒发热为主症 不咳或轻微的咳嗽 风热泛肺症也属于表里同病 风热表症属于单纯的表症 下面我们学习造邪泛肺症 造邪泛肺症是造邪外息肺胃齿轩 肺脂轻润所表现的状候 下面来看临床表现 造邪泛肺症临床表现主要包括三组 一组是肺病的表现 主症还是咳嗽 咳嗽特点是干咳 没有痰或者表现痰少 痰年难卡 造伤肺落 甚至出现胸痛 卡血 另外一组就是造伤筋液 干燥的表现 常见口干 唇干 鼻干 咽干 便干 舌菜干燥 少筋等 造邪属于外邪 侵犯人体可以出现轻微的表症 还有一组就是表症的表现 有发热 微物风寒 无汗或少汗 脉浮瘦或浮紧 接下来我们看看常见临床表现的形成机理 肺洗润 勿造 造邪犯肺 耗伤肺筋 肺脂滋润 轻塑失职 故干咳 无痰 或 痰少 难卡 重则造成肺落 而见胸痛 卡血 造邪伤筋 观翘 皮肤 实于滋润 则见口 唇 鼻 咽 干燥 肠道湿润 故大便 干燥 造邪胃表 胃气失和 可见轻微的表症 若造与寒病 则为良造 故见发热 微物风寒 胎脖 而干到少筋 无汗 脉 腐紧 若造与热和 则为温造 而见发热 微物风寒 胎脖 而干到少筋 少汗 脉 腐朔 本症 以干咳无痰 或痰少而连 口鼻肝道 等筋伤症状 加上轻微的表症 为辩证要点 造邪 范肺症 致以疏风 清肺 润造 止咳 可用 桑杏汤 加减 下面 对造邪 范肺症 与肺阴虚症 做个鉴别 这两个症候 临床表现 均可见 干咳 无痰 或抬少而连 不同之处在于 造血范肺症 会有造伤 筋液 即唇 鼻 腌 干到少筋的表现 和表症的表现 而肺阴虚症 会伴随五心凡热 全红倒汗 舍红少胎 卖细数等 阴虚 内热 之相 外邪 侵犯肺症的三个症候 风寒 饭肺症 风热 饭肺症 与造邪 饭肺症 都介绍完了 这三个症候 常见于 急性 支气管炎 慢性 支气管炎 急性 发作 下面 对三个症候 做个鉴别 三个症的相同点 都有咳嗽 都伴有表症 不同点在 痰和伴随表现 风寒 饭肺症 痰的表现是 痰息 色白 并伴随 表寒症的表现 风热 饭肺症 痰的表现 是痰愁 色黄 伴随 表热症的表现 造邪 饭肺症 表现多 无痰 或痰少 而连 并伴随 伤筋 及唇鼻 腌干到少筋 和表症的表现